各位观众罗rm大大 主持人好 中国好玩 大家好 我是国际解说 狗托池 东大终于找到了在这个版本 适合自己的角色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个游丽安 他要跟腾村再一次进行较料 上一次他打的时候用豪鬼 跟这个腾村的春丽打的是不相上下 这一次换上游丽安 我觉得他选择游丽安也是有据可循的 东大他这个玩家最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责到你没有任何办法 你根本防不住的那种 他现在越来越发现 豪鬼这个角色呢 没有办法责到别人防不住 最多就是上去投或者打 只是他投和打的机会 比别人要多那么一些 那他觉得不够过瘾 到第五赛季就选了个游丽安上来 那这游丽安上来就被腾村按死了 腾村的这个春丽也是不用说了 自从他玩什么角色 什么角色就算他最厉害 那我们的办法 这就是顶级玩家 好那这第一灯 东大这边已经是交代掉了 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灯 其实东大这种玩家 最厉害的就是打套路的时刻 他所开发的套路 一般人都防不住 而且他特别懂 该在什么时机去出他的套路 好那东大上来先发波 发波这边打中一发以后 马上一个投机 那突进就是该这么用 打到你烦躁 连续的发几个波 然后突然抓一下你乱动 这边vs一发一血 然后应该是可以直接 打不死还要修正一下 这边差不多 修正不修正反正都得死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好那这样的话 双方是打到一灯对一灯 东大在开场的时候 焦光三格资源 一波机会拿到以后 就请对手上路 这打了异常的坚决果断 好这里TC发一个波 直跳 封一下对手的一个前前 伏计布兰这边发的波 往前打 一波已经推到板边 反正首先投一个 苹果断点完 哇超远距离这个重锤 预判对手会出下中角 那这样这个C康打得要命了 最后又是一个关键的头 暈点很高的时候 像东大这种 我觉得他很少会出头锤 在我看来 就是游泥安这角色 一般不拆头 他要拆头的时候就是头锤 普通的头锤 EX头锤 来回的来 对吧 好那现在是到了第二局 腾村跟他两个人打 好像就是谁先拿到一次板边 游戏就会直接结束一样 基本上没有这种有来有回的局面 都是有去无回的 对吧 好那看一下东大这里 感觉一点点已经被逼进板边了 那很快要有去无回了 果然一进板边就开始吃碎康 吃完碎康就开始被压 看一下东大这里怎么出去 也不打算动 头锤也不来一个吗 这里选择用膝盖飞出去 非常简单直白的一个出板边的方法 腾村这边依旧是压了对手的一个晕点 距离还是扯得非常近 好了 这里终于放弃自己的连续的进攻 把距离拉开来 连续的发掉三个波 下中拳 把你骗起来以后一个对空 有点舒服 打到一下康 距离有点远 下中角也摸不到 东大的镜子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一下 很希望看到东大的一个镜子子 这边直接是点到三下 然后给了一个C 对手这边血量还剩最后一口气 不过依旧很危险 腾村这边是有VT有加CA来的 来了来了 这个打过去看一下腾村这边 直接选择在这个点上打CA 好像是打不死 还流了一口气 有点尴尬嘛 还流了一口气 两边都是一丝血 腾村这边是想要往后拉一步按中角 结果东大这个头好像比较远 很快就把对手拉了回来 那这样一波头就带走了 阿娜现在来到了第二等 上来先前前给个头 投完以后中拳摸一下乱动 对空来不及 这个时候东大跟我想的一样 但是按下去的时候 发现对手的脚已经在自己的脸上了 下中掉 然后一个二八转 转完以后 轻拳点压 然后这里也被追后跳 腾村都知道你有点害怕了 直接往前来一步 一下直接打晕 打晕以后现在东大这些最后的机会 要不要开个VT 我已经很久没看你们开VT了 来了 你点了三下不开VT 最后防住了你开个VT 这是什么操作 一个骚操作被防住了一个中断 腾村的防守能力强 看到对手的中断出了一身 直接站起来 反手就是一个缺反 没有任何的破绽 滴水不漏 完美的收走东大 东大刚才的那个VT不开 我是没看明白 可能是觉得修正太大了 一定要防住以后万一折到对手一下呢 这样就转翻了 没有给到他这个机会 好那现在是双方一灯对一灯 东大这边手上资源又来了 连续发了几发波 感觉对手这一次应该是不敢乱动了 直接VS续玩一发 哇这VS续玩后的波还能再接个尖撞 中拳命中 然后一个头锤下来 中角压一波 这一起跳 直接被一个低空百列扫下来 那腾车这边马上确认到一个打扛 刚才一个中拳打扛以后马上下中拳 就一波VS起来打一个大伤害 但现在血量也不多了 你手上的VT怎么办 应该也是要找个机会开一开嘛 那开一开的话肯定不能像刚才那样 直接再C了 现在没机会了 给不到 来了 通通做了一个刹车 给了一个百列 但现在还是找不到开VT的机会 先给一个头 来了来了 这个血量压住了 这个时间就很关键了 中拳命中了 一波VT打上去以后 VS拉一下 这里再带一个白列 下来 血量拉满一个CA 东大原地爆炸 好了 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边啦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